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中文字幕提供 咱尔寺 申并没有 与生肯 申并没有 copика 右手做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的动眉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就是什么三股金刚鼠衣 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 从那个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视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呢就是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修姆法 还有这个延启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这个心 然后获得这种降者 我们上班了上班了 我们上班了上班了 我们下班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包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想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 全部迁缩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 让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亿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像我一样的知情 在我教会的地方 都是自然而言 最后的信心 也不要强达到我 向你拥有心 就像我一样的 我们可以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 就像我一样的力量 我需要先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里阐述 腿子欲来生传习罪赠苦 争罪苦 他也击毙过 被虐复不成 那么为什么是我们不管是听闻佛法 行持善法 做什么样的善事呢 一定要善出善众 就是千万不能半步而非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原因呢 如果是仅仅是这件事情半步成而已的话呢 也不要紧的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你即生当中做一个善事 本来是做这样的善事 是非常不容易 这种因缘的提权呢 就是非常不容易 然你既然这样做了以后的话呢 一定要圆满 如果没有圆满的话呢 那么对来世啊 就是留下来非常不好的后遗症 也就是说呢 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来世 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种下了 就是不好的这种这个稀奇种子 这个传习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对这个来世的这个过报啊 就是由几个方面来掺究 就是一个是那个传习呢 就是增长这个罪业 增长呢 就是苦过 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事业呢 就是犯不成 而且自己荷兰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过啊 就是极其的这种卑微 就是悲念 再说呢 就是原来所做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根本办不成 就是有这么几个过失 其中第一个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没有把这个善事非常这个圆满的完成的话呢 在自相续当中的这种恶习啊 就是恶习呢 就是一直这个就是相续就是一直这个相续不断的 最后呢 就是增长一些这个罪苦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当牛过啊 就是当牛过的话呢 就是当牛过的话呢 因为前世我就是喜欢怎么样 就是何时呢 也变成这样的 就是这个人所说的 也就是做得到的 这个人是真正的 还有呢 本让我明白 那这样的是贾ő 得到的 会不会有什么 你看上 快山坡 感谢观看 以等流过造成适用过 适用过罪业就是越来越增长的 然后下次等流过所流传下来的异熟过 异熟过的话 因为自私毕竟是一种罪业 它是罪业的话 那么我们上下等不同的罪业 分别堕入善恶去 或者说是在人间的时候也是感受极其难忍的这种痛苦 第三种过失 也就是说我们三十不圆满的第三种过失 就是在你放弃了这件事情 其他的这种事能不能成功呢 就是不能成功的 也就是说他也的话呢 就是他也必为 就是那个必念念在一起啊 第四个过失呢 就是必过悲念 意思就是说原来我就是听受这个弱行论 或者原来自己所行持的这个佛法呢 因为中途就是已经中断了 中途中断的原因呢 就是他的这个过呢 就是不一定就是成熟 即使成熟的话 时间也极为漫长的 而且呢 就是他的这个效果呢 有着也不良的 本来你听闻佛法就是有非常良好的这个效果 可是因为你中间呢 就是断了这个传证 中间呢 就是断了这个相续 就这样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其他时候呢 就是说得到这种过呢 根本不像就是以前你那个 非常有信心 而圆满一部法的这个功德 所以说这是第四种过失 第五种过失的话呢 就是复不成 复不成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原来的这个法呢 很多人都认为是 啊 就是这次我断了 就是到时候呢 就是我在这个街上这个传承啊 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想法 但这种这个想法呢 就是不能成功的 大多数的人也是这样吧 我今天就断了 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是在街上 其实呢 就是这个也即生当中 就是一直这个戒不上的 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这样承认 这样也可以 或者呢 就是你像是造这个其他的任何善事呢 就是再怎么样想 也是复不成的 一个善事就是没有这个圆满完成的话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善事呢 就是都不能这个完成 就是除了这几个以外 你刚才自己以前就是行持的话 然后中间你就选择另外一个 然后除了这两者以外的 其他的人和这个善事呢 就是也是在乃至生生世世当中啊 就不能这个成功的 更加热灵感 那也是因为没了 就能复不成功的 那么有点 可以帮助你 就能复不成功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呢 宣说这个趋入自性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虐索 第二个是广数 然后 余山断火里 吟生自性 他这里的略说当中 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相续当中 应该生起三种自性 三种自性就是善业自性和断火自性 犯烦恼的自性 然后力量自性 能力自性也可以说 这三种叫做三种自性 因为在略说的时候 就是开阔性的已经告诉我们 以前我们相续当中 可能自性的这种能力特别薄弱 而自性没有的 那么现在呢 就一定要想方设法 全力以赴的 将自己的相续当中 要生起这三种信心 首先第一个是善业这个信心 善业这个自性呢 也就是说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欢喜做善事 欢喜做善事 这种叫做善业自性 然后呢 为了利益众生 断除烦恼 也就是说 愿意发心 灭除自相续和他相续的一切烦恼 这叫做是断惑自性 叫灭惑自性也可以说 然后第三个呢 这样的行持善法和断除灭惑 断除烦恼呢 自己有强大的心力 有这样的这种能力 自己想 我应该会断烦恼 应该会行持善法 就是我没有 谁有能力啊 我一定要有这种能力 就是自己有这样的 一种自我的信心 这叫做是能力信心 能力自性 也要努力信心 子也要努力信心 然后再更明显一篇 来 听说的 找到这种能力 就是感觉 这种能力 还鬆剪刑 一次家做的词eras也行 你改参与了 least家做得不嫌坏 就是牙子 那是有多多值钱 是想象中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讲到业之之心 业之之心也叫做是刚才前面讲的善业之之心 无因独自为此事业之心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了自他一切的众生 行持善业 我自己应该要发愿 就是我唯一的独自一个人 能行持一切善法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我应该行持一切善法 这就是所谓的业之之心 这是业之之心 那么这种业之之心意思就是说 任何违缘都是不会摧毁的 就像山王在所有的群山当中 违缘壮观 那么其他的任何违缘 对他无有任何动摇 然后在日欲 尤其是日欲在这个世界当中照耀光芒 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列的这种光 无法胜负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的真正是 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这样的菩萨 不这样的菩萨的话 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些琐事 一些没有意义的这些行为 也不能摧毁他的行为 不能摧毁他的行为 然后世间的一些自私自利的这种心态 也不能动摇他的这种 如上王般的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肯定不行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 只有我是肯定能行使善法 其它是不行的 为什么其它不行呢 讲这个原因 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云云众生 成千圣案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随着非常严重的 贪嗔 痴漫 嫉妒等等 八万四千发难左右而折磨 日日夜夜被烦恼转 就是心里激起的这种 辛苦 变苦 苦苦当三种痛苦为主的苦难 一直困着他们 一直束缚着他们 世间的这些众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 我们在身边的这些人 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也可以看得出来 无论是有钱的人 没有钱的人 或者是有地位的人 没有地位的人 他们每一个人的这种脸上 还是凋露出一种非常痛苦的这种绅士 所以说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世间上的这些众生 都是被烦恼而转的 他们每天都是忙忙碌碌 为自己的利益而奔波 而劳累 而忙碌 可是他们得到的什么呢 得到的不要说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这个厚实的一些殊胜的国报 连今生当中的有些基本的生活 基本的一些名声地位 也是难以保障 难以保障 所以他们连自己的自利 都是不能承办的 何况说乃至生生世世 为天下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 把他们安置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过 不可能的现象 不能承办 所以这些众生 虽然世间当中都是 有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众生 这些呢 就是都不是我 是谁的 你呢 这些众生都不变成了 灯水彗 他想轻述我 我曾有限主 也莫因满朽 无满最为以 他这里就是说 因为刚前前面所讲到的那样 其他的这些众生 顶天都是忙着 世间的一些硕士 护持亲友 降服敌人 做龙武 搞母业 做商业等等 现在世间上的 各种各样的 此起彼伏的 永远也是 永无至尽的世间硕士 不断地在行持 世间上有这么多的可怜的众生 每天都是忙着自己的硕士 而奔波无意义的目标 我也是没有度化他们 顺便暗闲地 住在一个寂静的山里面 门关起来 顶天都是闭目思维 想着自己开神通 发财等等 那这样有没有必要呢 没有任何必要的 我作为发大乘菩提心的人 也是跟着世间的人 要忙着 但是忙的目的和方法不相同的 他们是为了自己而忙着 我们就是为众生而忙着 他们就是为今世而忙着 我们应该为乃至生生世世的 众生的利益而作有意义的事情 但行持的过程当中 前往也不要有一些傲慢心来修持 就像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一样的 就是当着扑盖 当着桥梁 当着道路 以这种方式全心全意 或者说以慈悲心来服务众生 就是成事众生 这种心态 要不信任何人? 在那边的售响男课的人 悲心 跟着点菩萨一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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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讲理智自信 理智自信是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 理当一自信 理当一自信 讲这个问题 这里就是说 如果无要遇到死完了的射的射体 那么他就非常的勇敢 就像是如大鹏遇到龙王一样的 然后自己失去了信心 信心特别缺陋的人 经常遭到违缘 一些小的罪过和小的违缘 也是来侵害你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 就是修行人自己必须要有自我的信心 同样的道理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修行人当中 有些人就是相续当中的这种信心 极为的强大 遇到小的违缘 就是不要说 就是一些特别大的违缘的时候 他就是极其的勇敢 就是不容易倒下去的 就是很勇敢的 所以说在这种人面前 包括魔王博讯和一切其他的妖怪 什么鬼神 这些都无法侵害他的了 那么世间的任何人 就是任何非人也不会侵害他的 他根本不能害他的 而我们修行人当中 有些人自私自利比较强的 然后与他的这种心相当的弱 尤其是对着烦恼的力量 极为的这种薄弱 在这样的人面前 那么世间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罪 和小小的烦恼 也会出现 就像是大同乌鸦 在摄氏面前的这种勇敢那样 在我们现前就出现的 所以我们平时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真的需要勇敢 你想她的那些人 就像是在学习炼此阳 以赔氏面前的这种人 你还不敢用一个小隙了 像是有点 我看出来一种 这个人 就像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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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